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发布了隐形糖的提取新指南 建议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糖摄取量最好不要超过每日25坑 根据世卫组织1990年制定的标准 成年人每日摄取的游泥糖不应该超过当日摄取全部热量的百分之深 现在世卫组织建议将这个标准改为不超过百分之五 以降低超重肥胖和株牙等健康风险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调查团 我是调查员瑞恩 大家都知道低油 低糖 低盐是最健康的 这个低到底多少才算是低呢 我们平时都会追求一个健康的生活 大家对于低糖又有什么概念呢 今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讲一下糖 根据2008年一项调查显示 每个中国人在当年吃低了19.6公斤的糖 相当于每日吃50克 和30年前相比 中国人的糖摄入量整整上升了五倍 你平时又知不知道自己摄入了多少的糖量呢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报道 我们每日糖的摄取量是不应该超过25克的 25克是有什么概念呢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讲一下 大家看到我桌面上已经摆着三样东西 第一个是白糖 第二个是迷你 面子晴 第三个是烧杯 我们先称一下这个烧杯是多重 这个烧杯原本的重量是47克的 换言之加25克白糖 也就是我们称出来是72克的 好了 我们现在先加白糖 刚刚好72克 哇 这么多白白白的一堆 我们平时一日吃不吃到那么多啊 对于平时的这些含糖量比较高的食品 比如说饮料 这个的含糖量究竟有多高呢 或者搞清楚这些饮料当中的含糖量 调查员瑞恩在超市里面进行了一番采购 分别购买了四种不同的品种 都是大家平时喜欢喝的饮料 我们应该怎样来辨别当中的含糖量呢 碳水化合物呢 一般来说我们指的就是 由碳氢氧这三种元素组成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像我们日常所吃到的各种的糖 蔗糖 葡萄糖 还有我们常吃到的淀粉 以及我们的膳食纤维 其实都是属于我们的碳水化合物的 一般来说我们的饮料当中加入的淀粉 比如说像膳食纤维等等的这些 额外的这种物质呢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少 所以饮料当中如果我们真正来判断 它的糖的含量到底是多少的话 还是可以看它的配方表上面 它所添加的这个增加它甜度的这些物质 在我面前已经摆住四支饮料 分别都是街市买回来的 第一个就是火浪 第二个就是冰红茶 第三个就是末里蜜茶 第二个就是蜜冬 这些都是大家经常可以买回来的饮料 我们怎样去换算饮料当中的红糖量呢 之前老师也有教过我们 我们之前已经准备好一个板了 这个板就是教大家怎样换算的 每一支饮料都会有一个营养成分表 譬如说这个碳水化合物 它就是各种糖的总称 那怎样去换算它的含糖量呢 就用这个碳水化合物 内含有的黑素 乘以整支东西的毫升素 有些饮料是400毫升 有些是500毫升 有些是600毫升 那我们今次就是9克乘以600毫升 就等于54克 那这支饮料的红糖量就是54克 就是这样计算的 好了 那根据老师的解释呢 我们学会怎样去计算这个红糖量 那我们之前准备的这四支饮料 我们已经计算完 我们告诉大家 究竟它们的红糖量是多少 好了 我们看看第一个烧杯 第一个烧杯里面 是有63.6克的白糖的 究竟是哪一支饮料呢 我们为大家公布一下 是可乐 我们之前就拿了这支可乐里面的 碳水化合物 换算出来它里面的含糖量 是63.6克的 真的好高 不过一平时喝可乐 那么甜 我们把这个含糖量放在前面 第二个我们要看的 是这个28.8克的 大家猜猜是什么 是比较低的 运动之后喝的 喝了就运动了 好了 另外两种是什么 这个就是冰红茶的含糖量 就是58.2克 也挺甜的 好了 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就是末里蜜茶 是44.4克的 好了 四种喝的含糖量 我们之前换算了 也都清楚给大家看到 他们的含糖量是多少 通过对比 我们发现普普通的饮料当中 都含有等量不一的含糖量 而这些饮料的含糖量 也都远远超过世卫组织的标准 25克 暂且不论我们会吸收多少 这个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 会逐一为大家解开迷端 我们先来调查一下 大家平时都会购买一些普通食品 含糖量又是多少 调查完税因来到超市 来一次大shopping 嘿 来到这里就特别兴奋 我们之前所有的实验饮料 全部都可以实实在在 看到糖分的存在 那我们平时购买的一些食品当中 那他们的含糖量又会是多少呢 在调查之前 我们先采购一番 登登登登 我购物车已经准备好了 先不说这么多 买了再说 Let's go 在我们的日常食品当中 其实包含了很多隐形的糖甲 上面都没有写着糖纸 但是就是含糖大糊 他们称之为隐形糖 那我们身边 到底有哪些隐形糖食品呢 看来我们的调查完税因 面对着琳琳每物的商品 已经按捺不到自己激动的心情 开始动手了 这些全部都是我的战利品 我特地买了些不同种类的食品 譬如说薯片 又饼干 又即食面 还有酸酸甜甜之类的 譬如说陈皮 还有华梅 酸甜苦辣已经占了酸甜辣 那你又懂不懂分辨哪些是含糖 哪些是不含糖的呢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不如去采访一下 你觉得这些食品当中 哪些是不含糖 即是没有糖的 你觉得 哦 这个是不含糖 好了 那还有呢 哦 有这种吗 有这种吗 为什么会觉得这些是不含糖的呢 因为它是辣的 好 好的 谢谢你 看来不少人都根据口味的甜度来判断 食物是不是含糖 那这样的判别标准又对不对 通过刚才的采访 大家选择不含糖的食品 最多的是有酸奶 还有华梅 还有辣椒酱 还有一个就是薯片 那难道是因为我们吃的时候 感觉偏咸偏酸又或者偏辣 所以觉得它不含糖 这些食品我相信大家都常买的了 那不如放下来 我们一起来调查一下 或者搞清楚 大家千万选出来的 所谓不含糖的食品 到底含不含糖 调查人瑞茵 就将样品送到 华南理工大学食品学院 试验中心 对这几种的样品 进行糖分含量的检测 经过检测 发现这四份 颇受大家支持的不含糖的食品当中 其中100克的华梅 含糖量为44.57克 100克的酸奶 含糖量为15.2克 100克的薯片 含糖量为10.26克 100克的辣椒酱 含糖量为7.41克 咦咦 为什么口味偏酸 和咸的食品 还会含有糖分的呢 口味偏酸或偏咸的食物当中 虽然表面看我们可能觉得 它是没有糖的 但是实际上这些物质 它有可能还是会含有 大量的淀粉类的这些物质 以及像我们的膳食纤维 那像淀粉的话 它是可以被分解为糖 所以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考虑到 这种物质它里面同样含有糖 原来这些味道偏酸偏咸的食品当中 是含有大量的淀粉 和碳水化物等等的热量 同时这些热量 就会被人体所吸收 转化为葡萄糖 之所以大家吃不出甜味 是因为被其他的咸味 又或者酸味所遮盖着 我们之前也购买了不同的水果 之所以大家觉得水果里面 又含有大量的糖分 其实是因为水果本身 含有丰富的果糖 所以吃起来就比较水润 比较甜 今天我们就准备来个 水果的含糖量大比拼 看看哪些水果的含糖量相对丰富 哪些的呢 没那么丰富 为了对比出水果的含糖量 哪个最高 调查员瑞恩特意选择 大家心目当中 水果含糖量的冠军 西瓜 以及大家平时都会购买的平民水果 苹果 葡萄 香蕉 香蕾等等 在桌面上 已经放在不同种类的水果 都是大家在市场可以看到 和平时吃到的 分别有 梨 葡萄 香蕉 苹果 和西瓜 根据这些水果的甜度来说 和我自己的个人经验 我觉得西瓜应该是最甜 或者含糖量最高的 其他水果的含糖量又是多少呢 我们一起去调查一下 有梨 欢迎回来 我们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 到底哪个水果的含糖量是最高的呢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一一会为大家公布一下 首先公布一下第五名 含糖量相对比较低的是4.2% 究竟是哪个水果呢 大家再看看 有梨 有提子 有香蕉 有苹果 有西瓜 现在为大家公布一下 相对比较低的是 其实是 其实是 西瓜 什么 含糖量最低的水果 居然是 西瓜 大家都想不到 我自己都发呜 这个西瓜居然是最低的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公布一下第四名 第四名的含糖量 是哪个水果呢 是提子 提子 以8.2%的含糖量排行第四棒 酸酸甜甜的提子 当选第四名 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公布第三名 第三名的含糖量是9% 剩下三个水果 分别是梨 香蕉 和苹果 究竟哪个水果是当选第三名呢 是梨 哇 原来香蕉的含糖量是百分之九 和提子的含糖量不相常陷 那含糖量的冠军会化到谁家呢 答案马上结晓 好了 最后两个水果 一个是香蕉 一个是苹果 究竟这两个水果 哪一种是荣获今天含糖量最高的呢 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回来之后继续为你公开 讲一下小姐 怎会拖大家时间呢 我们立刻为大家宣布一下 冠军是高达百分之十九点五的 究竟是哪个水果呢 是香蕉先生 所以今天含糖量最高的呢 就是香蕉 那换言之第二名呢 就是苹果 那它的含糖量呢 是百分之十二点三的 那我们同样都给点奖式 恭喜大家 原来我们大家之前一直都认为 甜爷爷的西瓜 含糖量只有百分之四点二 而香蕉竟然高达百分之十九点五的含糖量 看来依照这个甜度的高低 来判断我们食品当中的含糖量 是不一定靠得住的 那生活当中这么多的隐形糖 我们过多的涉入糖量 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如果我们过多的食物糖量 又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种负担 它首先它会转化成脂肪 然后使我们的体重过于肥胖 然后就会造成一些其他的疾病 比如说高血压高血糖之类的 另外的话它就是对我们的牙齿有直接的危害 过多的涉入糖量 还可能会引起一些其他的慢性疾病 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我们一定要控制糖的涉入量 但我们之前都知道 糖吃多了的话会增加糖尿病 肥胖等等病的风险 现在还有研究发现 糖吃多了的话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 据印度时报报导 美国耐分泌学会主办的 临床耐分泌学与代謝集资 刊登美国加州大学一项新研究发现 成年人吃糖过多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 新研究负责人表现 有证据表明 食糖多的人 更加可能离患心脏病和糖尿病 最新研究结果发现 连续两个星期 涉入的果糖或者高果糖玉米糖漿 至每日所需的热量25%的成年人 其坏胆固术金油三子 和再支胆达B都有所升高 但看来过量的涉入糖 是会带来一系列的危害的 在我们之前的调查当中 亦都发现很多食品都含有隐形糖 想控制一下自己不涉入那么多糖 都非常难了 现在人的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识 都不断地提高 很多人都会选择一些 标榜着时尚健康的毛糖食品 不过偏道 这个毛糖食品已经写了毛糖 还需不需要调查 网上有那个谣言说 那个乌糖产品当中好像还有糖 今天我们就来调查一下 蛤? 毛糖食品都有糖? 哇 你又信不信呢?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都是继续调查 毛糖食品作为健康产品 已经越来越为我们人们所认知和接受 面对形形色色的毛糖产品 你是不是心动呢? 平时有没有购买过那个乌糖产品? 乌糖产品? 比如什么? 无糖烟麦啊 乌虾蔗糖的饼干 有有有 有 有啊 没有 那你觉得这些乌糖产品当中 有没有糖分呢? 没感觉 应该没有吧 应该没有那个砂糖吧 有纯糖或者是芥糖 有 有啊 只是 不是我们平常吃正常人吸收的那种糖 是别的糖 通过街坊 通过街坊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毛糖食品对于大家来说 都是挺受大家欢迎的 除了糖尿病的患者会特意去买这些毛糖食品之外 有些贪美的女孩为了保持着自己的身材 都会去买这些毛糖的食品 那究竟这些毛糖的食品是否真的不含糖呢? 那它又是否属于隐形糖的一份子呢? 说到买东西 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超市里选择 调查人瑞欣继续来到广州市中心的一家超市 看看可不可以买到毛糖食品 经过一番的寻找 真的发现很多毛糖食品 有毛糖饼干 毛糖麦片 毛糖芝麻糊等等 真是临囊满目 而且我们从这些毛糖食品的包装上面可以看到 清清楚地写着 不含蔗糖 不含蔗糖是否等于不含糖呢? 通过专家的解释 我们知道没有借糖并不等于毛糖 没有借糖也可以添加葡萄糖 葡萄糖就不是借糖 但葡萄糖同样是糖 那这些毛糖产品当中 到底含不含糖分呢? 如果有的话 份量又是多少? 为了解释明白这些毛糖食品当中 到底含不含糖分 除了借糖之外 又没有其他糖分呢? 接下来的时间 我就会将这几种样品送去检测 检测一下它的借糖量和总糖量 或者更好地对比出毛糖产品和含糖产品的差别 调查员带来的样品当中 有毛糖饼干 以及同一个牌子的有糖饼干 看看两只糖含量到底会有多大的差别 同学检测 发现毛糖饼干和有糖饼干当中 都含有借糖和总糖 其中毛糖饼干的借糖含量 是每100克18.34克 总糖含量是每100克29.05克 而同一个牌子的有糖饼干当中的借糖含量 是每100克20.83克 总糖含量是每100克29.27克 其中总糖是指包括葡萄糖、乳糖等 在内的其他糖类物质 除此之外,专家还告诉我们 食品当中的某些物质 亦都会在人体内转化成糖分 一些无糖产品 它就是不含折糖 但是它可能会含有一些糖味的浅体物质 比如说它一些淀粉的水解物 果普糖浆 还有麦芽糖这些之类的 这些我们平常摄入的食品 可能会进入我们的口腔 胃、肠道 然后被一些消化酶 所分解成葡萄糖 被人体消化利用 原来除了蔗糖 无糖食品当中 还含有很多的淀粉、碳水化物等等热量 和之前的酸鹼口味食品当中 含有糖分的道理是一样的 看来无糖食品 都是属于隐形糖的一种 但原来无糖产品 都是隐形糖的一种 那么喜欢无糖产品的各位观众朋友 就要注意了 避免过量的摄入糖 看到这里 各位观众朋友肯定又有疑问 隐形糖的糖分这么高 那我们人体真正吸收又会是多少呢 就是我们平时摄入的这些糖的含量 就是正常的体质 情况下一般能利用大概有70%左右 因为我们平时直接吃的食品当中 附含丰富的淀粉、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葡萄糖 所以会一一被我们人体所吸收 生活当中的隐形糖是千千万万种 那我们平时应该如何去分辨生活当中的隐形糖 来避免过量的糖分吸收入呢 要降低摄入糖量的这些特殊的人群 比如说我们需要减肥的人士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糖尿病的人士的话 我们一般就注意 第一个就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尽可能的避免摄入过量的这些淀粉类的食物 比如说吃过多的米饭、面条 或者是我们常吃到的这些番薯 因为淀粉在我们身体当中是可以被转化为糖的 第二个就是请大家要看一下我们的配方表 尽可能的避免我们的这个配方当中含有大量的糖 以及代表我们糖的这些我们的淀粉等等的这些碳水化合物 除此之外就是我们在吃水果的时候 也尽量的要进行选择 不要挑太甜的这种水果 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荔枝、芒果非常的甜 调查到这里 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已经知道什么是隐形糖 以及过量的摄入糖分 对人体的危害等等 而且提醒各位小朋友 在儿童节到之前一定要小吃点糖 节目的最后再来做一个小小的调查总结 本期调查总结 收获当中的隐形糖食品无处不在 并不可以根据口味的甜度来判断食品的含糖量 水果含糖量磅磅 西瓜只是含有4.2%的含糖量 而香蕉就含有高达19.5%的含糖量 其次是含糖量9%的香里 和8.2%的葡萄 每日过多的摄入糖 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 不单只会带来肥胖 糖尿病的风险 还会增加患心脏病的机率 乳糖食品也是属于隐形糖的一种 要多加注意平时的摄饮 生活当中的隐形糖是无处不在的 在这里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一定要注意隐藏在我们身边的隐形糖 好了我们今期的节目就差不多了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节目资讯 又或者是参与我们的互动环节的话 也可以登陆你的微信 关注我们生活调查团的官方微信 就可以了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